好妹妹 昨天你不是说要去老爷那儿告我的状 你去了没有 就我担心了一个晚上 我还以为今天好一顿挨打呢 子萱 待会儿把屋子收拾干净 下一身杀梯子 要是看见燕子飞回来 拿梨子放下来 用石狮子倚住 烧好香 把炉子照上 爱 黄妹妹 今天还是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吗 难道我又做了什么 不让人喜欢的事情了 宝哥哥好啊 我们又争着三天没见了吧 妹妹可好 我前两天还在大嫂子那里问你好呢 哥哥 你跟我到那边去 我有话跟你说 昨天我仿佛听说说老爷要叫你出去 妹妹可能听错了 老爷其实并没有叫我 这几个月 你呀 就只管给我选那个 普而不俗 值而不足的 多多给我代谢回来 我呀 好好谢谢你 保管跟上回一样 给你做双鞋 肯定比那双还下双倍的功夫 你不提那双鞋也罢 我头一回穿 就被老爷看见了 我正好说 是舅妈给的 所以老爷才没有说什么 但是我回去告诉了席人 席人说这还是好的 赵姨娘那边知道了 气得不得了 抱怨说 亲兄弟的袜子鞋子都没有看到 还去给别人屋里去做 他说这话糊涂到什么地步 怎么 难道我就是专门给人做鞋的人吗 怀儿难道没有分力的 没有丫鬟的 他那里丫头一屋子 怎么抱怨说这些话 说给谁听呢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妹妹哪里知道 怎么 连你也糊涂了不成 他心里头怎么想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尽是写阴违卑贱的见识 正光吃醋罢了 他怎么想 我管不着 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 就是在姊妹兄弟面前 谁和我好 我就和谁好 什么偏的数的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你们说完了 来吧 你们倒真是哥哥妹妹的 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 你们都只顾聊自己的 还真当没看见呢 走 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好啊 宝哥哥走吧 你们先去 我待会儿再去 我待会儿再去 嗯 音乐画谢华菲 飞满天 红销老香段 有谁恋 暗红小巷断有谁恋 愿怒泪下双双泥 随花飞到天井头 弄尽残花人问小巷 与他念缘藏浓 只是谁 一朝穿进红颜了 花落人望凉不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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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谁在这哭呢 原来是你这个短命的 你先站住 我知道你不想理我 我只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你听了从今以后我绝不烦你 有话就说 说 这要是一句话没说完 两句话你听不听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初怎样 今日又怎样 当初姑娘来了 我时时刻刻陪着姑娘 我心爱的东西姑娘喜欢只管拿去 我爱吃的东西 只要听说姑娘也爱吃 连忙干干渐净收着 等你一起吃 看见你吃了 比我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我们一个床上睡觉 一个桌子吃饭 丫头们有什么想不周全的 我都替你想着 我就想着 姊妹们从小一起长大 亲也罢热也罢 都要好好相处 和气到头才是兄妹的样子 怎么知道你人大心也大了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都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 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 家中虽有姐妹兄弟 但都是同父异母的 我想我和你都是一样的 你的心里怕也和我是一样的 谁知道我是白操这个心 搞得我现在有冤无出诉 好 你既然这么说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去了 你不叫丫头给我开门呢 这话从哪里说起 我要是不叫丫头给你开门 让我立刻就死了 好端端的 你怎么又说到死上了 我这是要你死了吗 好好说不就完了 你起什么事呢 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来了 昨晚上 就是宝姐姐来坐了一会儿 那 要不是 你不开门见我 就是你的丫头 跟我故意的了 等下午回去问个清楚 问清楚了是谁 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你的那些丫头 也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了 今天得罪了我是小事 要是明天什么宝姑娘 贝姑娘来了 也说不见 事情 岂不就大了 好妹妹 你怎么要把他们扯上 我这心里只在乎你 也偏只有你这么跟我闹 不舒服 好妹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娘请安 坐吧 林姑娘 前些日子 你吃了包太医那些药 身体好些了吗 也不过这么着 没什么大起色 老太太 叫我还吃王太医的药呢 太太不知道 林妹妹得的是内症 先天身子生得弱 禁不住一点风寒 还是吃了些药丸好了些 前几天 有个大夫 倒是给我说了个药丸的名字 可是我忘了 我就记着 好像是有 金刚两个字 我怎么不知道 有什么金刚丸 要是有金刚丸 那一定有菩萨萨了 也许是天王补心丹也说不定 好像是这个名字 如今我也糊涂了 太太不糊涂 只是叫什么金刚 还有菩萨给知识糊涂了 糊涂 开这种玩笑干什么 是不是又欠你老子捶你了 我只要好好读书 我老子总不至于 为这点小事总捶我吧 这些药都是没有用的 平日里他吃了那么多 也不见效 不如太太给我 三百六十两银子 我去给妹妹配一副 包管吃了就好 胡说 哪有这么贵的药 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这药和其他的方子不同 名字也比较奇怪 说起来一时也说不清楚 那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 我才把这药方子给他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 花了上千两的银子 才配置而成这副药 你要是不相信 就只管去问宝姐姐 我可不知道 你说什么我也没听见 可别叫姨娘来问我 听着都稀罕了 什么药啊这么忌讳 包管那你倒是说说看 宝丫头是好孩子 不会陪着你撒谎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怎么说我撒谎呢 宝兄弟没有说谎 上个月薛大哥还亲自问我 要珍珠呢 我问他做什么用 他说是配药用 他一个劲的跟我说呢 早知道这么费事 我就不配了 我就问他 这药方子是谁给的 他说是宝兄弟给的 还一股脑的 跟我说了好多 这上面有什么什么药 我也没仔细听 就记得他说 这药方子上要求 一定要带过的珍珠 早知道 他就自己去买几颗了 也用不着特意地帮我来用 阿弥陀佛 公道自在人心 今天要不是二姐姐在这里 我岂不是冤枉死在这里了 要按起这个方子说起来 这方子还只是将就着用来着 这些珍珠宝石 还非要从那些古墓里 挖掘出来的 只是现在 哪里还有谁会为这个 去托分掘墓的 所以就只好将就了 只要现在人带过的 也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 小孩子说话没有忌讳 菩萨莫怪罪 不要说 没有人为这个去挖坟掘墓 就是这坟墓里面有 人家都死了几百年了 你去饭食道苦地做了药丸 这药还能领吗 你听见没有 不管领不领 总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难道凤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 舅母听听 宝姐姐不替她圆谎 她反倒逼着我 宝玉倒是很会欺负林妹妹呀 我现在是拉一个是一个 反正你们都不信我 宝玉 正好有事找你呢 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二姐姐找我 我有什么不肯的 你说是不是又要我 从屋里拿什么东西 你还别说得太早了 免得你后悔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那就好 我呀 看上了你那屋里头 叫小红的丫头 想叫来使唤 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了 二姐姐看上谁 就只管叫去就是了 还问我做什么 既然这样 我可就叫人把他带走了 你只管叫去就是了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老祖宗叫我有事情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 去吧 老祖宗 这几天 在你娘那儿吃什么好东西了 也没吃什么好的 只不过这两天 能多吃一碗饭 老祖宗 你妹妹在哪里呢 在里面屋里呢 去吧 走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刚吃了饭 这么低着头 一会儿又要说头疼了 你妹妹在做什么呢 这回子越发能干了 不仅是会写诗作画 连裁缝都会了 这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 又不是什么拿得出手的手艺 我跟你说个笑话 刚才呀 因为那个药 我在太太那里 说了一句不知道 宝玉这回子 心里不受用了 理他呢 过一会儿就好了 宝姐姐 老祖宗那里 正要玩磨骨牌呢 正好没人 幸亏你来了 你去陪老祖宗玩一会儿吧 这难不成 我是玩骨牌才来的吗 好妹妹 我们出去玩一会儿 回来再猜 也不迟啊 这是做什么用的 谁叫你们猜的 不管谁叫 老祖宗 也不关二爷你的事 二爷 外面有人找你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就回来 来了 宝玉叔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啊 请 请入座 来这么晚 发就三倍啊 来来来 请 请 不客气不客气啊 请坐请坐 请啊 坐 前几天听你说那些 幸与不幸的事情 我夜里还想了好久 本来想去找你的 就听说你叫我 这不就过来了 你们表兄弟 还真都是实在人啊 那是 前几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李斯先走了 想另外单独请你们 但是怕你们不来 所以 林总就说了那样的话 没想到 你们都当真了 今天还来得这么齐 这真是蓬壁生辉 是我冯某人的福分啊 大家在一起喝酒 本来就是高兴的事情 只有怕你推脱不请的 这难道 还有推脱不来的 来来来 大家高兴 先干了这杯 干 来 干 薛大爷 您尝尝这个糖醋排骨 可香了 好好 薛大爷 您再来一杯 我给你满上 好好 我这杯酒 你也喝了吧 你可一定要喝呀 来来来 宝玉叔 尝尝这个 我听说你最近 也有弄了些新曲 胡乱又弄了些 干一杯 这是你弄的 就算是胡乱弄的 一笔变成枪百倍 趁着今天高兴 你唱给我听吧 今儿个是挺高兴的 不过 我也不能白唱呀 还有条件呢 要么你看这样 你要是唱给我听啊 我就 我把这一摊酒都喝了 你看怎么样 你当真 当然了 我当了这么多兄弟的面 我骗你干嘛呀 你别急嘛 既然到这里来 就都有酒喝 这一坛的酒都被你喝了 我还不肯呢 这样吧 光喝酒也挺早信 叫我说 行个酒令才有意思 正是正是 那你说 怎么个情法 我先喝了这杯 说个令来 说好了可都听我的 谁要不从 连伐十杯 赶他下桌 陪我们倒酒 你们说好不好啊 好好好 好 就这么办 这个办法好 这酒令要我来出 就不如用悲愁喜乐四个字 既要说出女儿来 又要说出这四个字的缘故来 我不来 我不参与 你们这是诚心捉弄我 你怕什么吗 你说不玩 难不成是想被罚酒十杯 给我们倒酒去 亏你天天喝酒呢 难道你连我也不如 这酒令嘛 说上来就好 说不上来 也就是罚酒一杯罢了 你刚刚还说 一坛子酒都喝得 这会儿怎么就怕了呢 不错不错 这个令有意思 谁怕你的 不就是用什么 悲愁喜乐 嫁个什么女儿吗 别以为 只有你们四个人才玩这个 来啊 女儿悲 将来终身 只靠谁 我的乖乖 有你薛大爷呢 你怕什么呀 你快点别闹他 让他快说 好好好 女儿愁 妈妈打骂 何时休 我前还见了你妈妈 我吩咐他别打你来着 你再多嘴 罚酒十杯 一十万 下午为了 女儿喜 情郎不舍还家礼 女儿乐 住了宵馆弄闲锁 桃枝夭夭 好 好 好好好 该你了 现在该你了 女儿悲 这个 女儿悲 悲什么 快说呀 悲什么 女儿悲 价格男人 事无归 你们笑什么呀 难道说的不对呀 一个女儿嫁了人 男人如果去当王吧 他怎么能不伤心呢 就算你说对了 继续往下说 女儿愁 女儿愁 愁什么 修方力窜出大马猫 该罚该罚 刚才那句也就算了 现在你快唱 等下一句一起罚你 一只苍蝇嗡嗡嗡 这算什么曲儿 两只苍蝇嗡嗡嗡嗡 算了算了 你别唱了 这是首新鲜曲儿 叫哼哼哑 你们要是不愿意听啊 免了我刚刚的罚酒 我就不唱了 免了你吧 你别耽误大家的正经功夫 可是该我了 女儿悲 丈夫一去不回归 女儿愁 无钱去打桂花油 女儿喜 灯花病头 结霜蕊 女儿乐 夫唱妇随 真和和 这诗词上 我倒不怎么懂 不过幸亏 我昨天见了一副对子 可巧还记得 其中有那么一句话 幸亏 这席上 还有那么件东西 花气席人 知昼暖 了不得了不得 该罚该罚 这席上哪有这宝贝啊 你居然念起宝贝来 宝贝 什么宝贝 这席人可不就是宝贝吗 不信哪 你去问他 你 徐大哥 这下你该罚多少 你去问一下啊 是我唐突了 该死 该死 不知者不醉 来 走 是啊 是啊 你有时间 常往我们这边来玩 荣幸之志啊 平日里 我在班里 也没什么消遣 没想到在这里 会碰到宝兄弟 说起来 我还有一句话 想要问你 不知道贵班中 有没有一个叫奇观的 他现在 已经名阳四海了 我还是很遗憾 没有见过他 宝儿也见笑了 这是我的小名 那真是有幸 公子实在是名不虚传 初次见面 实在是有缘 小东西 送给兄弟 做个纪念 正好 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 今日早上寄上的 还是新的 送给二爷 要不要一点心 这汉金 是西乡国女国王 进贡来的 夏天记着 肌肤生香 不出汗 昨天北京王送给我的 这要是换了别人 我肯定舍不得 二爷 就请把你自己记的 给我记着吧 好啊 你们两个 我可逮住你们了吧 放着屋里好好的酒不吃 逃出来干什么 快拿出来我看看 你那扇阵呢 七车马上弄丢了 七车马上弄丢了 你有了好的汉金的急裤子 把我那条还我吧 姐姐送的那条 也给丢了 我陪你一条吧 我就知道 你又做了这些事 也不知道拿我的东西 送了什么混账人去 这也难为你 心里没个算计 什么东西都往外丢 我看这夜里就是被盗了 你也不知道 你看看你的腰上 谁稀罕你这不知道 哪里来的脏东西 趁早拿走 好姐姐 我一早来跟你道歉 你有何苦 吼我的气呢 你就记上吧 老太太醒了没 没有 昨儿个贵妃娘娘派下太监 送来一百二十两银子 叫我们从初一到初三 到清虚冠打三天平安教 唱戏献共 连着端午的节礼也赏了下来 我心里奇怪 这好好的 为什么要到庙里打平安教呢 还不是为家里的这些事情吗 说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终究信你不踏实 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你薛大妹妹进宫的事 恐怕办不成了 我看 娘娘倒是有意 把薛大妹妹给保育 这事儿 只怕还得要看看老太太的意思 我倒是老早就听说了 老太太 好像是想把林妹妹给保育 你有没有听说些什么 老太太倒没明着说过 不过依我看 八成是有这意思 老太太起来了 老太太 给我吧 给我吧 老太太 老太太 昨天娘娘让你进宫 不单是为了打轿过节 还是为了薛姑娘的事吧 嗯 薛家姨妈也不是外人 你应该把情况跟她说明白了 这件事情也就罢了 娘娘说 还有其他的事情 要我和老太太商量呢 哦 什么事 嗯 娘娘说 宝玉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 早点定下来 也好叫老太太放心呢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她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呀 其实宝玉还小呢 还谈不到这件事情 圆春这孩子啊 最近对家里的事情 操起心来了 大概在宫里太闷了 没事情可做 过些日子 我也想办法 进宫去看看她 你们就放那儿吧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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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些都是什么 这是贵妃娘娘赏赐的 端午节的礼 什么呀 这是上等公膳粮吧 哦 那边有红色香珠两串 凤尾罗两端 不容垫衣领 漂亮 娘娘赏给别的姑娘 也都是这些吗 老太太那边的 多赏了一柄香如意 一个玛瑙枕 老爷 太太 姨太太那边 只多了一柄香如意 也和宝姑娘的一样 林姑娘 同二姑娘 三姑娘 四姑娘的一样 只有扇子 还有童树珠儿 别人都没有了 大奶奶 二奶奶 她们两个人 两匹罗 两匹沙 两个香袋 和两个钉子药 这倒是奇了 怎么林姑娘的 跟我的不同 倒是赏宝姐姐的跟我一样 这如果论亲书 林妹妹更近些 你不会是传错了吧 昨天 夏太太拿出来的时候 都是一份一份的 写着签字的 怎么会弄错呢 哦 老太太说 要你明天一个人 我今天到宫里去谢恩呢 哦 那是肯定的 秋文 把这个拿到林姑娘那里去 就跟她说 是我昨天得的 看她喜欢什么 就让她留下来 嗯 好 二爷 林姑娘说了 她昨个儿自己也得了 让你留着吧 啊 我怎么昨天叫人送东西过去给你挑 你怎么挑也没挑就给我送回来了 我没这么大福气 受不起 比不得宝姑娘 什么金什么玉的 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这别人要说什么金什么玉的 我管不着 只是我心里要是有这个想头 我就天诛地灭 万事不得为人 好没意思 平白无故的你起什么事呢 关你什么金什么玉的 我有什么事也难和你们说 你以后就会明白了 我这心里就只有老太太 老爷还有太太 第四个人也只有妹妹你了 要是再有第五个人 我就不得好死 你也不用启示 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 只是一见了姐姐 就把妹妹忘了 那是你多想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昨儿 老丫头不替你圆灵活 你为什么就问着我呢 那要是我这样 又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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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姐姐 你给我看看那红色串子 这个宝子 要长在林妹妹身上 或许还可以摸一摸 偏生在她身上 牛巾不起风吹 站在风口做什么 我本是在屋里的 因为听到天上一声叫唤 就出来瞧了瞧 原来是一只呆燕 呆燕在哪里 快指给我看看 我才一出来 它就摊的一声飞了 你们都在呀 太好了 省得我一个个去叫了 你们可给我听仔细了 初一在清虚观打叫唱戏 到时候你们个个都得去啊 算了 算了 我就不去了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戏 挤得怪热的 那儿挺凉快的 两边都有楼 到时候我提前打发几个人过去 把那些道士全部赶走 再把楼上打扫了 挂好帘子 到时候一个闲人也放不进去 就咱们几个多好玩啊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 我可自己去 反正这些天也闷得慌 要是在家里唱出戏呢 我又有上上下下的忙活 肯定看不舒服 出去 出去多好玩啊 既然这么好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老祖宗也要去啊 好啊 只是老祖宗你这一去啊 我又得忙了 你要是怕受累啊 那就这样 到时候啊 我就坐在正面的楼上 把你安排在侧面的楼上 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陪我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不好 哎呀 还是老祖宗疼我 那咱们可说定了啊 到时候就怕您不一呢 你也去吧 连你母亲也一起去 高高兴兴的看戏 有什么不好 干嘛不去啊 再说了 这么好的天 别在家里干什么 这老太太说了 打叫啊 不过是图个意思 不必太认真了 只不过是换个地方 去看戏吃酒 图个热闹 把道士一赏也就完了 还说要带姑娘们都去呢 让我来问问 太太去不去 你去回老太太的画 就说我最近身子不舒服 今天就不去了 再说了 我还要预备着 娘娘那边要是派了人来的话 我好回画呢 好 我就这么告诉老太太去 这么好的日子 老太太请客 怎么好好的又不去了呢 我心里正不自在呢 哪有心思去看戏 我实在不怎么想动 娘娘纵然做得了种 可小孩子家的事情 毕竟是家事 老太太发了话才行得通 妈 不说这个了 这也不是我们女孩子家 该操心的事情 我的儿啊 我不跟你说 我去跟谁商量呢 太太太太 老太太那边已经打发人来说 教子已经在外头等着了 叫太太快些呢 快去说 我们这就走 嗯 小野杂中往哪儿跑 怎么了 一个小道士没跑出去 正到处乱窜 可别吓着他 快把他叫过来 是 小门小户的孩子也是娇声惯痒的 他们哪见过这个派头 要是好端端的被吓着了 他的爹娘岂不心疼他 来 老夫人 饶了我这一回吧 孩子 快起来 快点 别怕了 可怜的样子 你带他去 给他几个钱买果子吃 别叫人难为他 去吧 好 走吧 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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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